好 大家看到我是千万不要贪小失大 日前有一位经营服饰店的彩妆造型师董小姐 她带着70多个名牌包等精英品要入关的时候 没有诚实申报 结果就全部被海关给没收了 粗骨损失是上百万元 海关官员就建议说 到国外买很多的民众呢 回国的时候最好要诚实地走红线通关补税 因为如果走免申报的绿线 那卫申报的物品被抓到 恐怕就得要全数充公了 另外海关也说被没收的充公物品 大约一到两个月就会上网公告标售 始终最常没收的品牌就是Coach跟Gucci了 其他各大厂牌的名牌包 当然也同样很抢手 由于海关拍卖的包包和皮夹等精品 大多只有市价的五到六折 而且多半也是民众刚从国外买回来的新品 所以卖相很好 再加上海关拍卖保证是真品 所以非常的有吸引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